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辽兰第三外援大反转 爆NBA魔兽或空降南昌 阳明暴露终极大招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爱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爱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辽宁队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么最新的辽宁队这边的影员情况 众手仇私那么目前的西边就算的已经是正式开始那么对于辽宁队来说呢他们本赛季 最终的终极目标肯定是争夺总冠军 毕竟在上个赛季他们是具有希望拿到总冠军的球队 但是这种却以一个微弱的劣势很遗憾输给了广东队 再次拿到了亚军 相信对于每一个辽宁队的球员肯定是非常的不服气了 因此到了本赛季他们的球员状态大好加上阵容非常完善的情况之下了 整个球队没有理由不去争夺总冠军 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到辽宁队啊其实也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目前的真诚 那么之后啊他们到底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跟阵容去面对之后啊广东 包括上海这些对手呢很多球迷也非常的关注 其实辽宁队呢曾经是有引入第3万元的一个说法 就是威尔森 那么我们看到当时啊他们也是和威尔森这边的进行了一个视讯但是最终呢给外界放出的消息是说呢 因为威尔森整体的一个视讯状态跟水平呢没有能够达到整个辽宁队的一个要求 所以最终双方呢没有能够签订合约而且目前辽宁队呢可能没有第3万元的一个想法 所以从目前来看很多球迷呢一度以为说整个辽宁队可能之后啊 还是会以 莫兰德跟另外一个外员的组合呢来完成本赛季的一个真诚 但是就在最新那么随着广东队这边的传出了一个第3万元的消息之后啊我们看到根据媒体的报道呢 很有可能辽宁队这边的第3万元呢也会发生一个 大反转 那我们知道目前呢外界是有传闻说呢马上布鲁克斯已经在此前空降南昌 之后呢很有可能加入广东队去出征季后赛 那这样一来如果说广东队拥有第3万元对本赛季他们的争冠实力会大大增强 也会给本赛季想要去争夺总冠军的辽宁队呢造成很大的威胁和压力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辽宁队也只有引入第3万元呢以同样的配置去对标广东队呢才有可能完成目前的本赛季的争冬 冠军的胜利 所以从目前来看也有媒体透露呢 之前所谓放弃威尔森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呢目前来看很有可能是辽宁这边放出了烟雾弹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威尔森在此前的被称为NBA的魔兽级别的球员表现是相当不错的 而且在此前呢也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球员 他的整体表现的应该是不逊涉于辽宁队其他的两个外援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当时他们却突然说中断了和他的合作而且并没有打算要签阅的这样的情况 确实让很多球运非常惊讶 包括有些媒体都不相信 所以从目前来看了那么外界都在猜测了不排除在广东队这边签约外援 之后的话那么可能辽宁队这边的也会效仿 继续签下第3外援然后帮助整个辽宁队 去在之后的季后赛的去增强他们的整体实力 向最终的冠军呢发起冲击 所以从目前来看一旦是确定这个第3外援真的是来到辽宁队的话那么阳明这一次的终极大招呢 也是正式暴露和曝光他们也确确实实呢也希望增强自己的实力去争夺最后的冠军 当然从目前来看了一切呢也都是外界的猜测那么目前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但是并不排除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存在 毕竟对辽宁队来说他们本赛季争冠的一个决心和 渴望了真的是非常大为了达到这个冠军的一个目的的话我相信他们的一切的办法都会去想 一切的计划呢也都愿意去实施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不妨期待一下那么水球季后赛继续进行下去 激烈的程度越来越大的话相信整个辽宁队呢也会亮出他们最后的一个终极大招 到时候对球迷来说想必也能够收获一个重大的惊喜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